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嗯...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 一字到位 嗯...尚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典 欢迎回到POP最正典 我是林书伟 我们这一小时的最正典来宾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赖方玉律师 赖律师好 书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的 这个女人需要什么权利 赖律师就在旁边 赖律师参与了20多年的妇孕运动啊 研究了很多的这个受暴 受伤的妇女啦 那事实上现在受伤也不一定只有妇女 可能也有男人 对不对 这个都是可能会发生的 那今天呢 请到赖方玉律师来呢 我们刚好一起来聊聊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都是李亚丽 约会暴力 谁都可能受害 却谁也不敢说 那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适合给 青少年青少女一起来阅读 然后学习怎么样做一下 这个情感当中的正常的互动跟交往 好那都是李亚丽 李亚丽其实是个化名 对 他是因为他担心他的身份曝光 所以他就在网路上 这是应该是一个韩国的作者 那么他就在网路上就画了这个 关于约会暴力他所遇到的事情 那他就把他整个心路历程都用漫画的 所以刚才书为说 很适合尤其现在暑假到了 你就可以给你一些小朋友 年轻的小朋友们看 那当然父母亲也是要看 去理解什么在叫约会报里 那你也才有办法能力去协助他们 那么李亚丽这个就是他的化名 我这样讲比喻不到对不对 然后就有人说 你是不是林义涵 前阵子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遗憾 那他们就说这个社会上 还有很多的林义涵们 也就是言下之意说 遇到了这个被老师诠释性侵 然后这孩子们我们都可能称之为林义涵 那么李亚丽就是她在早年 就受到一些约会报里 而且她有很多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她蛮好的 引起很多这个网路上的共鸣 而且她是用漫画的方式 用漫画的方式 其实你在阅读的时候 没有这么的内心这么的紧绷 可是她从漫画当中展现出来 就是各种不同形态的约会报里 那其实约会报里 它的形态有非常多种 如果从这个书中当中都是李亚丽 它里面其实语言也是一种约会报里 约会报里里头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辨识的是 用情感或情绪勒索你 我觉得让你产生罪恶感 然后陷入到泥道里面 然后让它可能不断的掌控你 言语报里啦 经济控制 行动控制 肢体报里 这些都是属于约会报里一种 那为什么称之为约会呢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亲密关系里头 的一种报里形态 那在这本书里面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看一个叫自我检查表 他就这样 我是不是现在约会报里之中吗 那那时候我记得我拿到这本书 我就给我们家里的小朋友 念一遍给他听 他是男孩 我家里是男孩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这样讲 很多我们在这个 应该讲偶像剧里头 可能都给我们了错误的资讯 或者是可能其他的影片 戏剧影片里头 都是错误的资讯是指说 爱的长相就是要独占 那个独占跟吃汗 那个痴情 跟独占这件事情 似乎是一个爱 你爱我有多少 的一个表现 那所以 但是他就无法去区分说 这个行为 其实已经造成了 这个另外一方 尤其是女孩子 非常恐惧 害怕 悲伤 那我稍微讲几个 譬如说 大家听看看 他会限制我的打扮 不管我是怎么想的吗 会不会 好像很多男孩 好像蛮多男孩会 都会管 你裙子太短了 你穿上你干嘛化妆 不过这一点 我老公是完全不管我 他这点是完全不管我 他只会说 今天蛮漂亮的 这个好像还OK 好 这边你没有扣 没有扣分 他会随时检查我的手机 邮件 个人部落格或社群软体 会吗 会不会看你的手机 你知道前阵子 第二只手机的 这个话题相当多 你知道很多的女性 产生危机感 就是你一定要看 你老公或你男朋友的 另外一只手机 哇 好 这个事情 其实在 引起很多讨论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在另外一个电视台的时候 就曾经用这个角色扮演的方式 去说 你到底觉得另外一半的手机 你可不可以看 那你知道现在有个软体 譬如说我现在跟这个书伟 是在录音间里头 那他们有一种软体是 直接呢 就是放在你旁边 就是他可以监控你 现在所有的一言一心 可以看到画面 他是看到画面 那换句话说 你跟你的老公 在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 你们分处两地了 你都可以看到 你老公正在做什么 或你男朋友正在做什么 现在有一种监控软体 那那个也要对方同意 没有同意的话 他是犯法啦 是 那当然他同意 那你知道 好 那我们就讲 你爱我 你为什么不敢让我看 如果我这样问你 不行 因为我觉得 再亲密的人 都要有点空间 而且彼此信任嘛 好 我就讲 你有没有拒绝的能力 你有没有办法拒绝 譬如说 那时候我们就在讲 手机能不能看 然后对我来讲 我就说 爱情里真的要法治教育 所以对我们法律人来讲 几乎是不用担心 不用想太多 为什么 别人的隐私 为什么你可以随便窥探 你说你担心焦虑 想要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不会因为你的担心焦虑 我的手机 就可以任意让你使用 你担心我出去会 出了车祸好了 那我就不要出去吗 不可能嘛 你觉得我这样子 就会发生 我不可能因为你的焦虑 而改变我任何的 自主权 应该这么讲 自主权 好 那这种情侣下 就是说 他的手机LINE 或者你看你们的 脸书的共用 有没有人共用账号 不会有吧 我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这部分就是 蔡大哥比我更重视隐私 他比我更重视隐私 他觉得这种隐私 就是在他的自由意识当中 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如果他碰到女生 要检查他手机 立马分手 立马分手 所以你看这边 他又比我偷封 你看我们检查了一次 视频大哥 蔡大哥 前面两题要都没有 最重点就是到最后 发现他很自恋 他不是因为会暴力 他自恋 活在自己的世界 苏惟宇讲的是 需要我了吗 不需要不需要 目前不需要赖律师 因为我发现赖律师 最近实在太忙 几乎所有的名人 在旁边站着都是赖律师 哎呀 好 那会不会限制参加社团活动 对 会不会参加你的聚会 他会参加我的聚会 他不会限制我参加活动 就是参加你的朋友 可是蔡大哥会很担心 我去参加宗教活动 哦 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 这个不是约会暴力的概念 他也不是要控制你 他是怕你插枪走火 因为我爸妈都是基督徒 那我们从小是在 基督徒的环境里面长大 虽然我长大之后 就是到教会去的时间 没有很多 但是我内心当中 还是就是有一个 你知道有一个神的依靠的感觉 但他就会觉得说 你不要叫我去教会哦 你有信奉宗教的自由 我也有不信奉宗教的自由 你说蔡大哥说的 对对对 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这个观点 那因为很多的夫妻俩 都在这个观点里头吵架 有很多啦 就是说我信了什么教 或者我们现在吃栽 对 吃树 你要跟我一起吃 那经常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啦 宗教不同的时候 那个饭菜真的很安全 对哦 对不对 好 就是说他会被限制你参加社团活动跟聚会 这个是一个指标 还有一个就是就算他知道 我当下是不方便联络的 他还是会不断的找办法 想办法来找我 有没有这样 很恐怖 连环call的那一种 对不对 对 我有一次就是一个当事人 连call三十几通 在晚上十一点 我跟你讲 我那个 他应该有 有点躁愈或是什么 可能是 有可能 那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说 这个非理性的找人 非理性嘛 因为这种找人不合理啊 对啊 人家能接就一定接啊 不能接就真的不能 一定就真的有事情嘛 然后你还一直在找 那我觉得非理性 然后过度焦虑 这件事情也会是一个 约会报里头一个指标 哦 了解 所以大家在这一本 这个都是 李亚利的这本书当中 可以看到有一个 自我检查表 是不是深陷约会 暴力的情绪当中 而你不自知 你可能有时候 还把他这个行为 当作合理化哦 这个蛮危险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跟赖方卫律律师 一起聊聊哦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赖方卫律师 来跟我们聊聊 约会报例 这个最近在坊间 有一本书叫做 都是李亚利 这个是讲 约会报例的一本书 里面就是提醒我们说 你有可能会受害 但是你有可能 正在受害当中 而不敢说 那约会报例 他有很多种的样态 样貌 他有可能是 用情绪 用语言 用肢体 那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检查 自己是不是会遇上 约会报例 就是说你跟你约会的 这个人 有亲密关系的这个人 他是不是有一些倾向 那些倾向 就是刚才赖方卫律师 所说的 有没有限制你 会不会检查 你的手机邮件 或是夺命连环抠 那像你的这个 处理的案件当中 很多的当事人 会因为这些原因 而造成他最后分开 当然会啊 譬如说我们在申请 保护令的时候 那个在台湾 我们称之为保护令 那我们会可能会看 他两天之内 连续call了多少电话 可能六七十通 那个我们就一定认为 是精神暴力了 对 这个确实是我们一个指标 就夺命连环call 然后呢 有人说 没有啊 我只是要找他 确认他在哪里 可是我们的确认 不会连续call了六七十通 而且其实有一方 会跟他讲说 现在我们透过律师来谈 你不要私底下来找我 可是如果你还是这么做 然后连续call了六七十通的话 那往往在法官的那边的判断 会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暴力 符合了保护令的指标了 了解 所以说在法官新政上面会觉得说 夺命连环call这件事情 不合常理的行为 他会有所判断 而且他会让人家产生压迫跟恐惧 还有一个就是 打了电话不出声音 打了就挂 打了就挂 那个部分法律上 我们除了保护令之外 有一些警方他会用什么 他会用恐吓移送 他们认为说 你让人家感觉到安全 很恐惧 对 安全受到威胁了 那个就会用恐吓罪来移送 所以每个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OK好 所以这种夺命连环call 或是打了电话 又不出声 或是打了电话 直接骂一些有的没的 这个就很明显了 那个骂有的没的 是一定构成的 就是很明显了 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是在哪里的 是在干嘛的 是 还有他会控制干涉他的行程 那我觉得应该再多几句 就是不合理的 干涉这件事情 你可能有些是安全议题 所以就是说不合理 而过度的干预 或控制 所以大家不要太滥用 这个这个词 提醒大家 他不让你见朋友 远离我的亲朋好友 其实我曾经处理的个案是 他的方式是什么 你跟你的亲朋好友通电话 都要经过他的统议 会吗 数位你不会常常碰到这种状态 很多的男人 不愿意让老婆跟娘家太亲近 这是第一个 不太让他跟闺蜜通电话 他觉得闺蜜都带坏他的老婆 所以很多的男性 都会有一些限制跟禁止 所以那最严重的是什么 最严重就是他的通电话 都要他经过他统议 那个是我们看到最严重的 这个有构成什么 法律上面的问题 第一个他还是保护理 第二个他也会是离婚的理由 第三个他就做限制 他的控制就变成限制 自由 那我记得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 这个年代还有吗 我跟各位讲 其实已到我这几年 都还会碰到类似的情形 尤其在中南部的女性朋友 他们经常还是处在这个 即便他可能已经是博士了 他还是会常常遇到这个状况 比如说他不能去工作 那他一定要在家里 然后他跟任何人的联络 他的先生都一定要过问 他的婆婆也要过问 所以他几乎没有人身自由 那时候我们常常 有时候听到说天哪 有时候我们去演讲 我说为什么到这个年代 还是会允许他存在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女生 从一个很 你知道他高设计吗 我刚才讲他博士 可是那种脸色苍白 然后发抖的样子 你就明白一个 这种长期的精神暴力 会让一个人完全的没有信心 那个是真的是就陷入到 整个情绪的 譬如说忧郁症之类的 他就处在一个完全的脆弱 所以是很严重的 还有接下来说 他说这个 他总是想要确认 我当下跟谁在一起 你有没有看到 有人都用手机说 你开视讯的 我要看你现在人在哪里 有吧 有耶 我有朋友的另外一半会这样 我觉得很无聊 你到南部去 你说你那你把那个视讯 把那个房间绕一圈让我看 有没有 有吧 有有有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以前在 现代妇女基金会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针对有几个个案 我们称之为日常的围影暴力 他不是动手打你 他就是剥夺你这种生活起居的 我们称之为公民权 譬如说你要上厕所 上三次才可以压水 有没有类似这样起 然后我那个 我们调查那个个案是什么 他所有的行踪 他老公都写日记 他几点进来 几点出门 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 他都把它写下来 他连他回来的那个内衣裤 都要闻一遍 哦 好可怕 很可怕哦 其实很可怕哦 是不是怎么有点接近 这种太疯狂的状态 这就是恐怖的状态 真的叫恐怖啊 那个我觉得这样惊悚 对 惊悚 对 惊悚变了 对 他就是所有的东西 他就说我是要照顾你 我也没有做什么呀 我只是把它写下来 记录下来 确认你现在穿的衣服 包括你的内衣裤 穿的是哪一件 然后闻一下 你用了哪个香水啊 巨细迷移的操哦 我坦白讲 那个很可怕 所以约会暴力 为什么会让一个人 觉得陷入恐怖当中 就是我刚才提到 那个就让你觉得很惊悚 我另外一个个案 是更夸张的事 他就故意打电话 说我告诉你哦 你现在有谁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 是混黑道的 可能要怎么对付你 可是你永远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人 他就恐吓 他就一直恐吓 说我有个朋友 其实是混黑道的 然后说你现在不听哦 你这样出去 真的很危险 他不会直接恐吓你 但他会告诉你 我非常担心你的安全 我的朋友怎样怎么样 所以他 但是他到 我记得那时候 结束的那天 他还是不知道 他老公到底朋友是谁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那我们另外一个个案是怎样 他就真的为了这个事情 就离开了台湾 那个女孩子真的是 我真的 我跟各位讲 你们很喜欢看那些戏剧 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的个案真的比你们戏剧还戏剧 他那个情形不是怎样 他就会 他为了要跟他分手 但那个男的就一天到晚 到他家就跟踪 他就是在那边跟你 就站在你的门口站在那里 你永远就会看见他在那里 他没有靠近你 但是你看见他站在那里 你会不会害怕 会啊 非常害怕 然后后来他的爸妈 最主要今天的报纸 对不起 最近有一个报纸 就在提到说 有个计程车司机 他正在追求他的女儿 后来他不是 他的爸爸就杀了这个计程车司机 当然目前是减刑到四年多 然后前阵子的一个判决 那我讲我那个个案的话 他就是怎样 后来他干脆就远离台湾 他就到别的国家去工作 然后已经在外面工作五年了 他想说这个恐怖情人 应该已经消失了吧 消失了 他没有这个耐性吧 可是没有 他一回到机场就被押走 很可怕 天哪 五年后 他到了机场就被押走 那他妈妈要来接他 接不到女儿 他心想 这到底谁把我女儿给带走 那你怎么想 也不会想要前男友 已经五年前了 你通常不会觉得是嘛 但是那一次他妈妈就想 我女儿跟谁也没仇啊 那这个离开台湾已经这么久了 那我们再猜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一位 就真猜对了 他被他压到中南部去了 那个就是另外 后来警察去追 那接下来就是说 就算我拒绝他也会强求我 做他想做的事 也是嘛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那如果我做的事情不合他意 他就不让我做嘛 这个也是我 就是刚才我有提到 像我们有一次 在刚才讲 现在妇女基金会的那个调查案 就是那个男人呢 就是很喜欢吃花生 然后逼着他老婆也一定要吃花生 后来他老婆就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 我就是不喜欢吃花生 他说不 你一定要去吃 然后后来这个老婆就去 厨房还是洗手间 他老公呢 就把整盘的花生 就倒到他的碗里面 他回来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就后来发生很大的肢体冲突 就为了一盘吃花生 我的天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个案是 那时候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是一个完全的 我觉得非常悲伤的一个女人 可是她的妈妈也都没有支持她 她的悲伤是 她的老公是大家眼中的好男人 因为呢 不吃喝嫖土之外 又是一个非常工作认真 然后又节俭的人 可是她说那就是我真的很痛苦 痛苦在于说 现在天气这么热 她就觉得温度还没有 可能37度 你不可以开冷气 你就只能开电风扇 你的冰箱里头没有肉 上面的冷冻库 你就应该要关掉 你现在没有到6点 现在因为6点天还亮了 你不可以开灯 然后4颗灯泡 他就可能拿掉一颗灯泡 像这种 你看还有包裹 他说我需要一个这个毛巾 他说你要几条 我剪给你 他就拿大毛巾剪了几条 这个够省次剪用 可是这都是高色金地位的人 所以像这种限制 他的这个行动跟生活的模式 这个恐怕跟各位讲 他不是爱情跟婚礼头的当然 他还是一个暴力 是他还是一个暴力 不能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 但是也有朋友 遇到这样的状况 他就是OK好吧 我就配合 可是这样会不到 最后也是出了状况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来跟赖方玉律师 来聊聊约会暴力这个议题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典 欢迎回到 POP最正典 今天赖方玉律师 来跟我们聊聊 约会暴力 有一本书叫做 都是李亚丽 里面聊到了 约会暴力的不同的样貌 那事实上呢 这本书的作者 不叫李亚丽 可是他化名为李亚丽 他是想要跟很多的朋友 提醒在最不设防的 亲密关系当中 以为是爱 可是你可能是一个 约会暴力的受害者 因为现在他可能是用言语 或是用限制行动 可是未来如果进入婚姻的话 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那请问一下 赖方玉律师 有没有一些个案是 他在婚前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婚后变成这个样子 有很多的个案 都有反映这件事 就是说在婚前的时候 他是一个追求 然后他看到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甚至是一个 就是看重他是老实人 应该这么讲 可是后来在结婚之后呢 他们就发现 整个都不一样了 所以从这个题目来讲 就是说 很多坊间 或者网路上 都有人告诉你 怎么样去辨识恐怖情人 或者怎么去辨识 这是一个 可能一个危险的老公 或者是伴侣 那我可能跟各位讲 就是说 你当然可以有一些指标 我举一些我们都知道的例子 譬如说他会虐猫 虐待小动物的 第二个 他的情绪往往是失控的 那都总是暴冲的 那第三个就是 他曾经对你动手过的 第四个 他似乎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是一直有困境 有困难的 那当然还有人就说 从这边来判断 他是不是反社会性格 会虐猫的 我们就认为反社会性格 然后如果情绪失控的 我们大概就认为说 他在自己的情绪的处理上 他是比较 可能没有处理的 多元 多元性的 那不管你怎么去辨识 这个恐怖情人 那还包括你会 他本来就会控制你的 那么 苏伟就在讲 那婚前你会不会看到这个 跟婚后不一样 那我必须也提醒大家 对爱情的想象 有没有可能 他随时的陪伴 其实是另外一个叫控制 可是你认为他在陪伴你 其实他做同样的事情 可是你的解读不同 对 对不对 他说我去接送你 我去接你 晚上了 你在电台节目结束 我来接你 然后我就是接送你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当时看到的体贴 可能在日后 他变成叫做控制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确实在危险的关系里头 在婚前 确实会有一些 你看见但是你可能不能接受 就是你没有去觉察 他可能是一个恐怖情人的指标 你可能没有注意 这是第一个 所以当然就有人问说 那在书我觉得这种 那你就不要散婚 散婚比较不会碰到这种事 可是我坦白讲 这都很难说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一个关系里头 之后他就整个翻脸了 然后有没有变得很可怕 就开始动手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案子 那个案子也蛮特别的 可是这个案子 你不太能讲 他是恐怖情人 但是就是有点像诈骗集团 他就在结婚前 就跟他讲说他非常爱他 然后他也跟他借钱 到后面也跟他借钱 那借钱他说 我其实在海外投资 那我现在从海外回来 要想要在台湾投资 可是我现在钱从外面进不来 所以我真的很爱你 我就想要结婚了 可能就结婚 就三个月就结婚了 那三个月就结婚 他就说 因为我钱都没有进 那老婆你就先张罗吧 先张罗 这个结尾结婚之后 他就开始不断的 要这个女人的钱 之外呢 他不给钱 他就动手打他 那你可以讲 这就是婚前婚后不一样 可是实际上 他就是原型毕露 毕露嘛 然后他才发现说 原来他的家世背景 根本都不是那么一回事 也不是什么一个 外商回来台湾投资 都不是 他其实就拐了他的钱 那因此他就是打到那个法院 他就提起了一个 确认婚姻关系不存在 他说我是被诈妻结婚的 但后面还包括请求赔偿 那法院也判决了 也判决 他是用离婚去判的 可是他后来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呢 他发现这个男人继续在网路上又在骗了 又在骗了 那你说他是恐怖恐怖啊 我觉得在我来看法是挺可怕的 因为他是社局啊 这个跟我们现在在讲李亚利这件事情是 他比较接近的是什么 他比较接近是使用很多 我刚才讲的日常围影暴力 也就是说他不太容易被辨识的事 因为他不是动手 他可能是说你爱我 所以你有第一次性关系就要交给我 他很多东西都是用爱情来勒索的 你爱我的话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所以你确实很难在婚前去辨识这件事 是因为这些行为控制也好 独占性也好 或者是尾随你也好 你很容易把它解读为他爱你 因为很痛苦 所以他才会造成这件事 所以他不太容易被辨识 那你如何去辨识呢 我们就回头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苏伟假设是你的女儿 你会怎么教她 我其实常跟大家讨论这种 就是男女互动的一些状况 例如他对哪个男生 他觉得印象很好 我觉得说 那你们平常相处都在了解什么事情 那他情绪如何 他跟其他同学的互动如何 他在团体当中 他常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我会跟他聊很多 那他就说 干嘛我那么细啊 什么的 那我就会说 这个很重要 我就会跟他说 你看人不能看表面 一定要看细节 我就会跟他聊这些 我觉得像那种 太夸张 像我常常跟我女儿讲 表现的常常出奇的夸张的 千万不要靠近他 例如说他想要追你 他可能让全校知道 他去花很多钱买很多气球 然后不然就是什么 什么单腿下跪这种 我说这太可怕了 这种他有可能这样做 他有可能反面 如果你不跟他在家 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你 是 这太可怕了 诗伟那是因为你历经了这么多事 但是小女孩听得进去吗 但他就说 哦真的啊 因为每次他坐在我旁边 就是我开车 然后旁边有那个跑车 有没有 千万跑车 呼啸而过的时候 我就说 玲玲我告诉你 像如果很年轻 开这种跑车的话 你也不要交往 天哪 人家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总裁 都被你推翻掉 对不对 总裁系列都被你推翻 然后我说 因为他这么年轻 为什么他要开这种车 他就是你知道 有点不切实际 然后呢 他又要开这么丑的车子 就影响到别人 你们看到 一个母亲 对待一个女儿 的亲密关系的建立 充满了焦虑 充满了焦虑 对对对 但是我会讲那个 就是背后 我觉得我观察到什么 我说如果这个人 长得很帅气 又整天算得漂漂亮亮的 你看他是不是 整天拿他爸妈的钱 然后把自己打扮 那么漂亮 他有没有脚踏实地的 在工作啊 有没有脚踏实地的 在念书啊 好 你好 苏伟这个 我想要再做一个延伸 就是当你的孩子 遇到可能你 父母亲看起来 是恐怖情人的时候 你能怎么做 对啊 我举例 他如果他真的爱上 你这些所有的言论 他都会觉得 父母亲不了解我 不了解他 因为呢 恐怖情人 危险情人 有一个魅力 这个很奇怪 他会在很多的光谱里面 被视为一个男性魅力 或者是一个很忧郁小生 他们那个忧伤的气质 有时候会吸引照顾者的女性 那或者是说很霸气 譬如说在学校 就可能就是本来就是 大哥级的那种 大哥级或者类似那种 或者是为了你去跟他打架 为了你去帮你争一口气 那这个可能在父母眼中 这个孩子是个危险的孩子 好 那你要阻止的时候 常常让孩子离你越来越越 要怎么办 所以这件事情好困扰 所以我以前有案子 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那个孩子 就连毕业证数都没有领 就跟着这个所谓的小姐与流氓的故事 就发生了 那他本来是一个资优生 所以当他母亲父母亲说 我到底赖瑞士我怎么办 我呢叫他不要在一起 就越推越远 后来还有个母亲 他怎么做你知道 他说这样好不好 你们两个回来我们家住好不好 至少他看得到 他看得到 可是后来他才发现 他女儿其实是被性侵害 他自责到不行 他一直以为他的女儿跟人家 就是私奔 用以前的古早用语叫私奔 可是实际上他都不知道 他女儿其实一直被这个恐怖情人在控制 然后他还把他接回来 等到他有一天发现 他女儿的日记 充满了他被性侵害的过程 他才知道 他犯了多大的错 但是爸妈到底要怎么去观察 对 第一个观察之外 第二个怎么介入 第三个 你怎么样 你要中断他那个关系 你有没有能力 你知道吗 那个孩子为什么会没有跟妈妈家 他很担心他父母受伤 没有别的就这一句话 心疼吧 他担心这个危险情人会威胁到自己 因为他常常被恐吓 他说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 我会对你父母如何又如何 那是一个单亲母亲 哇你就觉得 这个单亲母亲真的让人家很伤心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就是危险情人这件事情 其实孩子我要跟孩子说 就是说 你碰上了这件事情 你还是要告诉你的父母 因为你真的没有能力 因为你真的还小 你还没有办法处理这种安全议题 所以尤其那个关系的界限 你分不清楚 你真的很难分 那这时候有时候 父母亲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重要他人 但是也提醒父母 在处理这种事情 你千万要冷静 你一定要冷静 因为你一下告诉他 他说这个男生很坏或很坏或什么样 他可能马上就排斥这个事情 他反而失去了警觉 然后所以有时候 可能像朋友去跟他讨论这个关系 也许会是一个好的方法 但是无论如何 你跟他讲 只要你愿意跟我 跟妈妈说实话 妈妈一定会 会永远会站在你旁边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要给爸爸妈妈的一个建议 就是其实我们爱孩子 真的是无条件的 所以不论你是好 你是坏 你发生什么样事情 最终爸妈都会陪在你旋边 那我觉得在这个孩子 长大过程当中 会交往可能不同的人 那给他一个比较好的观念跟判断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给他的礼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在这个情感的交流部分 其实真的人生当中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起起伏伏 那其实有一些是可以自己做一些防范 做一些观察 尤其是在成为男女朋友的这个阶段 所谓的约会暴力 他的样貌因为不太一样 刚才赖方律律师也跟我们提醒了 有一些的指标你是可以去做观察 但是怎么样好好的离开 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对因为你观察到说 他好像确切的符合了这本书后面 当赖方律律师讲的五项 五项那蛮确定 他有可能 以后会发展的蛮危险的关系 那他要离开 他怎么离开 对 他离开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觉得可以跟你的另外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去讨论 也就是说很多的孩子 在约会的过程当中 或是爱情的关系里头 他不晓得这个行为其实已经踩很大的线 就踩线 那我没有想要把这个人 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个恐怖亲人 你应该讲说这是一个危险关系 就是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势必是会分手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觉得年轻的孩子们 你们如果正处在这种关系里的时候 你们应该开始讨论 什么叫做一个尊重 什么叫做隐私 什么叫做自主权 这个关系里头 你必须要去一直去讨论这个事情 你要告诉他说 我的朋友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你介入 那么另外一个 即便你在爱他 你也要学习忍受 你不可以介入的爱 你必须去学习爱的方法 我觉得孩子可能的学习方式 都来自于这个爱情的故事 或爱情小说里头 可是问题人与人的相处 你必须要回到一个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你有没有允许对方有隐私 不可以控制他的行动 不要随便贬义他 那这本书里头 它后面有十个李亚利 就是都是读者去回馈 这个李亚利这个漫画的时候 那其中有一篇我觉得 他最不容易辨识 但是最容易发生 他这个孩子是 他说我是一个 被情感操控的受害者 从国三到高中毕业为止 他都被学校排职 后来他就变得很没有信心 然后知道他遇到这个男孩子 那么这个男孩子 在这个公司被受这个尊重 而且是重视的 而且是一个很温柔开朗 所以他就会跟他诉苦 有没有听到这里来讲 你们会觉得他遇到白马王子吗 对不对 可是后来他就开始批评他 他就开始转为批评他 批评他说话 身材表情打扮 那他只要跟别人在交往的时候 他说你在讲什么 你这样的想法好怪 真的知道你真的好奇怪 我真的搞不懂你 老实说你真的让我太压抑 你应该要去看精神科了 你会觉得这个话有点恶熟 有没有有点恶熟 就开始批评贬义他的状态 然后他才会跟他讲 我不是这样 他说没有 你会被排挤就是因为你这样 你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他说听着听着 连他都放弃自己 觉得他是一个很糟糕 都觉得自己很奇怪 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 这也是一个危险关系 对 所以我要讲说 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不容易辨识的类型 所以我就希望 就是在一个亲密关系里头 你都去检视 刚才我除了我们刚才讲 检视比较里头 你有没有处处的想要去控制对方 然后你用什么方式 你用踩跟践踏的方式 那我们可能常处在这里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会很期望你们好好的去谈 如果是学校 你可以透过学校的辅导师 那倘若你是大人的 我建议你去做智商 去听见了另外一个 对你这个行为 他有多么恐惧 或者是多么悲伤 我觉得你可以试图 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 那刚才回到书伟奇说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离开 如果你们的行为 那个是一个不可控 而且是完全的失控的话 那在台湾的法律有一个叫做家庭暴力防治法 只要是16岁以上 你曾经是亲密关系的 有同居跟没有同居 其实都已经适用了 你都可以申请保护令 要求他远离你 这是一个保护令的做法 那你说那怎么做呢 当然就是打113 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那我讲这件事情 就代表你已经被保护 你就不会有分手暴力 还是一样会发生 分手暴力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有6层以上的这个所谓的情杀世界 全部都在分手的时候 所以我要提醒就是要特别的小心 为什么 他的处理模式就是一个很失控的状态 所以你处理这个安全议题 除了我讲的报警保护令之外 你还是要规划把你的现在正在做什么 告诉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 让他知道你现在的状况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案子就是端午节吧 我记得那天是端午节 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说 我要回去找我先生 他先生其实以前都没有任何的家庭暴力 他完全完全的没有 所以这个女性他就觉得说 我跟他分居了几个月 应该是可以再跟他谈一谈 他说我们是不是回家 我们再谈一谈 结果那天我就再也没看到这个女性 因为他死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很难去评断有时候 他会发生什么事 擦枪走火出什么事 所以你的安全议题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 只要在危险关系里头 你就是要小心 而且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专业 可以协助的单位也好 那就是该求助的时候就要求助 就是现在可以求助的 人单位或是你的朋友 其实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不求助的话 自己一直在一个危险关系当中 其实到最后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那这本都是李雅丽 这本约会暴力 谈论的这个书籍 里面有很多的个案 那或许你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 这个有点似曾相似 或者是你的周遭亲朋好友 就正在面临这样的状况 那里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学习 好今天非常谢谢 赖方便律师给我们做这么好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拜 接下来持续锁定秋名玉小玉的POP抢先包 接下来持续锁定秋名玉小玉的POP抢先包